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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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好 来 好 成功 再来一次 因为太盛了没有看清楚 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好的 来 成功了 火箭怎么样了 没主力了 彤彤你来试一试吧 好 来试一试 这个比刚才打气筒飞的还高 我知道了 因为它挤压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有一股力量在推动这个火箭 没错 是不是 是的 好厉害 好 这边看看能不能超越 低管 一二三 要把这个气全部吹到吸管里一下 好像有点费劲 压缩 来试试 一二三 这可以 不错 这是一个温柔的火箭 是的 是不是 对 它飞起来的这个状态 我们看得一清二楚 没错 轨迹很明显 对 很棒 没关系 再来试一试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个气不够 因为那个气不够 它气不够 对 说得很好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刚才我们看到飞的最高的是哪一个 这个 这个 塗料瓶 第二个是打气筒是吧 是的 第三个是吸管 其实这两个差不多 差不多 那知道点博士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准备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小火箭 真的吗 你们想看吗 想 请吧 知道点博士 知道点博士已经提前准备好材料了 这就是我的秘密火箭 我已经看见过了 一看就做得很专业 对 好的 首先 我要往里面加一点 刚才小朋友说的液态燃料 水 他说 小朋友说是水 这到底是不是水呢 大会我给你揭秘一下 这不是水 肯定不是水 一会儿让我知道点博士来给你们揭秘 到底是不是水 我现在是很严谨的 对 要用严谨的比例 才能让它成功的生空 好 接下来我要加入一些固态的燃料 白色的粉末 没错 小朋友猜猜 对 盐 盐 好 水加盐能让火箭升空 好 来 1 2 3 看好了 这个太厉害了 仔细观察一下 能试试吗 还算进行反应 起泡泡 泡泡是什么 泡泡是什么东西在从水里边往上跑 产生了什么气体 有谁知道 少了 二氧化碳 太厉害了 刚才我加入的是这个白醋 这个白色的粉末就是小苏打 白醋和小苏打反应产生了二氧化碳 对 产生了一个空气的反作用力 就把这个小塞子给递出来了 回家以后咱们都可以试试 没错 因为像这个白醋 还有小苏打家里都有 对不对 是的 然后再做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装置 就可以了 对小装置 那你们见过真正的火箭上空吗 见过吗 没有 没有我 就在视频里看到过 有的人在电视上看过 有的就是在当地就看过 像我们 我就看过 在西昌是不是 看过火箭上空 好 那究竟火箭 真正的火箭是如何升空的呢 嗯 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 Beebo 小朋友们 你们见过火箭是如何发射的吗 看 火箭上是一节一节的 这是为了火箭飞得更快 当第一节火箭燃烧完时 第二节火箭开始点火 第一节火箭的外壳自动脱落 火箭变得轻了许多 跑得更快 火箭的第二节燃料燃烧完后 外壳也脱落下来 火箭变得更轻 跑得更快 当第三节火箭的全部燃料燃烧完后 火箭与卫星刚好进入预定轨道 好 原来火箭是这样升空的 了解了 今天我们四位小朋友表现得很棒 我们来先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好的 来一起说 科学世界动手动脑 细心观察 探索奥妙 好的 了解了火箭升空了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玩一个游戏 好不好 好 大家看到 在那边我们有准备好的道具 有火箭 还有一个小机器 一会儿一个小朋友在那儿 脚一踩 那火箭就会飞出去 另外一个小朋友要去怎么样 接住他 去接住他 我们看看哪队接住的火箭多 哪队就获胜 来 好 听我的口令 准备 开始 加油 不是说光飞出去 要掌握好踩的力度 是的 瞄准目标 看好队友的位置 对 队友也很重要 没错 力度低 近一点 好 再积极地沟通 差一点 差一点 稍微再轻一点 对 可以稍微轻一点 你看这个力度又大了 控制好力度 主要是控制好力度 对 方向它是可以掌握的 所以主要是你脚踩的力度 方向没问题 轻轻踩 快轻一点 好 再轻一点 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 我们不比多了现在 我们只要能近一个就不错了 好 你看这也太轻了 好 接下来看看蓝队的表现 小朋友来吧 加油 好 第一个火箭 看一看你们的默契怎么样 对 轻一点 轻一点 是吧 不要太轻 第一个都是试一下 你看 对 可以轻一点 好 成功 太棒了 太激动了 找找刚才这个重的感觉 是的 真不错 放门了 这脚我一看就知道能近 这脚法太好了 力度 准度 而且特别的平静 好 挑战一下最后一个了 对 队友也是在跟他积极地勾推 好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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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小龙你最棒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好 小猫们 水果酸酸甜甜的 让我们一起来跳水果舞吧 我爱水果 红红的小草莓酸酸甜甜的 红红的小芒果香香又糯糯 橙色的小橘子快乐为C多 紫色的小葡萄一颗又一颗 回双手一起奔向甜蜜的水果 酸的甜的圆的变的营养快乐多 红的绿的黄的紫的一口接一口 去水果呀又营养呀身体棒棒的 红红的小草莓酸酸甜甜的 红红的小芒果香香又糯糯 红红的小芒果香又糯糯 水果酸酸甜甜的我们要多吃水果 对不对呀 对我们要多吃水果 红红的小草莓酸酸甜甜的 黄黄的小芒果香香又糯糯 橙色的小橘子快乐为C多 紫色的小葡萄一颗又一颗 回回双手一起分享甜蜜的水果 酸的甜的圆的变的营养快乐多 红的绿的黄的紫的一口接一口 吃水果呀又营养呀身体棒棒的 回回双手一起分享甜蜜的水果 酸的甜的圆的变的营养快乐多 红的绿的黄的紫的一口接一口 吃水果呀又营养呀身体棒棒棒 大神说 乐园里面有什么 里边有一扇大门 蹦蹦床 沙堆 小卖铺 可能会有滑滑梯 一个大泳池 还有 翘翘板 你喜欢在乐园里面玩什么 我在游乐场就是 是天下 那高台上有东西 要从那里抓一下去 但是那里像泵泵床一样 可以软软的 摩天轮 因为它可以在高高的空中 我最喜欢在空中的感觉 有我的姥姥和姥爷 还有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我的小舅和二舅 还有小舅妈 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 为什么呀 因为就是我一个人去了 好朋友不就生气了吗 他就不跟我做好朋友了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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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小老鼠 还有小老鼠 小兔子 小苍鼠 还有小猴子 小鱼 小鱼 大鲨鱼 还有小鲸鱼 还有小鲸鱼 我觉得会有小松竹 住在那里边 还有小兔子 大小体型大 所以开会会玩大的项目 它们小鲸鱼它可以玩小点的项目 大鲨鱼或者鲸鱼的话 可以玩大的项目 跟旋转木马上 它也坐不下啊 那里有个洞 我们就可以顺着它钻出去 鲨鱼坐在某线上 然后呢 小鲸鱼或者小鱼 它们一个玩蹦床 一个玩旋转木马 野猪 它就只能玩 玩那个我忘了开的什么来着 它会摩天轮 你想把乐园设计成什么样子 有一个巨大的滑梯 那种小花的样子 应该是很多飞机坦克呀 汽车呀公交车呀什么的 我想要一些多多的重启城堡 这样小朋友们来了就不会抢了 颜色呢 大门 有些园园上去是粉色的 围栏是粉色的 最后大门是彩色的 里面全是金色的 就是一个大树 然后上面有个蹦床 有蓝色 粉色 紫色 还有红色 还有一个大大的足球场 旁边全是跑道 还有一个小草原 是大 在大足球场旁边的 那个足球场很大很大很大 它 哎呦 它有我们整个幼儿园这么大 它里面应该会放一些珊瑚 或者海带 长得特别漂亮 因为我们种的是喇叭花 有藤嘛 它馋的到处都是 所以很漂亮 所以就到处全都开满了喇叭花 它是高空 它是高空 它是高空玩的 它是高空走高跳 我想象中的乐园是这样子的 这里是城堡 这东游海洋馆 动物园 动物园里面的动物有很多 海洋馆的动物里面也有很多 小小愿动 太险佳 小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彤彤哥哥 我们又要一起去 神奇的动物世界冒险了 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 手张开 像小玉一样 装着圈 反方向 再来一遍 好 接下来我们摇摇头 摆摆手 扭扭腰 踏踏腿 我看到了 你们做得非常棒 你们瞧 我发现了什么 马有着漂亮的毛发和修长的四肢 走起路来还会非常优雅 它们喜欢在草原上悠闲地散着布 吃着美味的青草 吃得高兴的时候还会甩起尾巴 我们一起来模仿马甩尾巴的样子吧 像童彤哥哥这样 双手放在身后 变成马的尾巴 让我们甩一甩 这边甩一甩 这边甩一甩 小朋友们做得太棒了 当马想要观察更远的地方 或是遇到什么兴奋的事情的时候 它们会用力地将前脚抬起 站立一会儿 我们一起来模仿马直立的样子吧 像童彤哥哥这样 先做出奔跑的样子 让我们跑起来 放手向上 再跑起来 放手向上 让我们再来一次 放手向上 小朋友们做得太棒了 今天的探险之旅 今天的探险之旅 你们玩得开心吗 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 手打开 放松 放松 再来一次 放松 伸出你们的大拇指 真棒 真棒 你们抬起来